今天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国人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拜登开始进行他上任总统以来的首次欧洲行 他要出席七国峰会G7 北约峰会还有欧盟峰会 但是种种的迹象都显示 这一季的G7峰会还有北欧峰会 一定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讨论中国的崛起 以及如何应付北京带来的各项威胁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周立坚已经先放话了 说北约你们不要再讲那些老掉牙的理论了 你们应该要放弃冷战思维 应该要放弃意识形态的偏见 要用客观积极开放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崛起 拜登欧洲之行的意义台面上是如此 但是台面下呢 看起来欧洲虽然好像是伸开双手 欢迎拜登重新来拥抱盟友 但不要忘记欧洲才刚刚经历过 前总统川普对他们四年多来的诸多创伤 亲眼看着美国七十五年来一贯的外交政策 是怎么样在一夕之间 因为某位总统而化为乌有的恐怖经验 再加上现在横梗在美欧之间 有太多需要谈 需要重新磨合的严肃议题 从撤军阿富汗 北约军费到底谁开支要来一起分担 还有要怎么样应对中国 应对俄罗斯 甚至一直到气候变迁的包罗万象 所以看到美欧之间的难题 还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呢 拜登这一次是他上任以来 第一次到欧洲来访问 他背负了相当巨大的压力 被川普破坏的跨大西洋关系的挑战 还有被川普退出的国际协议 这么多都削弱了欧洲对华盛顿的信任 拜登要修复大家的关系 重回正轨 更重要的是 他要巩固美国为世界老大的地位 不啰嗦 拜登昨天一抵达英国 就直接发表谈话 直接宣告美国回来了 拜登呢 他是先飞抵了英格兰东部的 麦登豪英国皇家空军基地 他就最驻守在当地的美军人员 还有他们的家属发表演说 他第一个就说了 我们将会跟大家表明 美国回来了 世界民主国家 大家都站在一起 而且 我们正在处理非常严峻的挑战 还有未来 最重要的议题 拜登呢 同时也提到了俄罗斯 他说 我们不会主动跟俄罗斯发生冲突 但是 如果俄国政府 他们有一些伤害性的行动 伤害到美国权益了 那美国怎么能够姑息养间呢 美国一定会用强力 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来回应 好 你看看他的说话 以下又说 跟世界站在一起 以下又提到俄罗斯 所以很清楚的透露出来 拜登啊 这趟出门任务非常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行程 第一个 他先抵达英国来预作准备 6月9号 他到了英国 他是他上任以来 第一次的欧洲行 他选了英国 揭开序幕 那他到英国来要做什么呢 为的是参加6月11号 在英国举办的G7峰会 好专家就说了 拜登有可能在这场峰会当中 第一个先跟大家说 我们美国还是会有多边主义 而且还会推进美国在公共卫生 在经济复苏 在气候变迁这些重点 就是要展现民主国家 大家要团结在一起 大家正站在一起 好 开完会了 再来 6月14号 他要来拜会北约 然后再跟欧盟进行简短的峰会 监续者好忙 16号 他要飞往日内瓦 跟谁呢 看起来是死对头的俄罗斯 俄罗斯普廷 他们也要举行一个 拜登跟普廷的拜普峰会 他要做的事情好多好多 你看一方面要重新拉好 跟欧洲的关系 还要安抚好这些欧盟的朋友 希望大家也要一起来看看 想想什么办法能够团结在一起 但是算盘有这么好打吗 你美国才把欧洲搞得天翻地覆 然后你现在跟我们装没事 装要套关系 你觉得我们欧洲吃得下这套吗 好 罪魁祸首是谁 当然就是川普啊 纽约时报美国的报纸 好 纽约时报 他呢 就帮拜登来回忆一下 美国前总统川普 川普呢 做了什么 跟破坏跟欧洲之间关系的事呢 太多了 庆祝难输 我们列几个重大的事情来看 第一个 他是不是挺英国脱欧 那个时候欧洲就一直希望 英国不要离开欧盟 劝何不劝离 结果你川普还在那里煽风点火 跟英国说 你就脱离欧盟吧 你在欧盟没有什么好处 他们都占你便宜 那你脱离欧盟之后呢 美国给你靠 你缺什么 美国就来支援你 所以最后 英国真的脱欧了 结果搞得大家乌烟瘴气 再来 他嫌弃谁 嫌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他说北约啊 哎呀 你们根本就只会白吃午餐 然后呢 军费都我美国付 所有的责任都是我美国在出 但是你们都占美国的便宜 好了 所有的合作 所有的关系 所有原本的老朋友 你川普全部都把这些关系给破坏了 结果现在换人上来做了 拜登回来了 拜登要重新再把欧洲当作伙伴 拜托 川普再走没多久 对大家的四年伤害 真的是心有余悸 所以很多专家就觉得说 欧洲的伤口还没有好吧 有可能这么轻易接受吗 那就要看一下你拜登怎么做了 你拜登的政策 跟川普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好 另一位我们看到 卡内吉基金会的巴尔弗 好 他是欧洲分会的主任 那当然对欧洲的观察 也非常非常的深刻 他就说 你千万不要低估 川普对欧洲的震撼跟伤害 欧盟还是非常非常害怕 美国会卷土重来 你到时候跟我好 结果呢 过一阵子又说 因为伤害到美国的利益 所以欧洲又被打入冷宫 所以他认为 欧盟对美国的要求 会更加的审慎 不管你这次拜登提出来什么 我们可能不会像以前一样 这么一下就接受 我可能会左思右想 或者是再加几个诞书 来保护欧洲的权益 再来看到欧洲的外交协会 外交协会呢 当然对欧洲也是 这个观察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办公室的主任 彭利林 他反倒是很乐观 他乐观来看待拜登 推展一个新的关系 在欧盟 在北约 大家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那我们只要修补之间的关系 其实应该就能够往一个 比较好的方向来走 当然了拜登也想要花最小的代价 拿到最大的利益 所以拜登对欧洲 你不要以为他是无私的爱 精准一点来说 他这趟欧洲之行 就是要互蒙其力 他想要拿到美国可以拿到的 当朋友OK 但是要双方都有利益 看得出来 川普对欧洲的伤害真的非常非常大 欧洲现在很多国家都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吵神 毕竟那咬真的还蛮痛的 那最新的民调就显示 拜登上任都已经三个月了 但还是没有办法把川普破坏的美国印象修补回来 甚至现在对于很多的欧洲人来说 美国比中国还不能信任 我们就来看一下最新 在拜登出访欧洲前夕 德国的马歇尔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 他们就特别针对欧洲民众做了一份民调 那从这个调查当中 你可以发现 在川普一连串的疯狂行径之后 欧洲对美国的看法改变了 而且就算换了拜登回来 也还没有办法挽回美国在欧洲人心中的地位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副主席 副主席说什么呢 他说啊 美国说变就变 欧洲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信任 那这份民调当中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欧洲对美国的看法 另外一个是欧洲对中国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 好 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问欧洲人说 你们觉得美国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呢 有51%的德国人都认同哦 觉得美国很可靠 那法国跟英国认同的人更多 法国的比例 60% 英国的比例 67% 可是你说啊 这样的比例就以为欧洲人觉得美国很能信任吗 那也不一定 你看德国 德国的比例 51% 51%的德国人觉得美国是可靠的伙伴 那就表示另外一半 49% 接近一半了嘛 另外一半的德国人觉得美国很不可靠耶 那法国也有四成的人觉得美国不可靠 英国也有快四成的人不相信美国 你先来看一下土耳其 土耳其跟盟友 跟美国应该是好朋友 因为土耳其是北约组织成员国的一份子嘛 那他应该是跟美国站在同一阵线的嘛 可是土耳其人 只有不到25% 不到四分之一的土耳其人觉得美国可以信任 意思就是说超少超少土耳其人觉得美国可以依靠他 哇这个比例也比德国法国英国少太多了吧 好那你说我们不要讲单一国家 如果就整个这个欧洲的数据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有大多数的欧洲人 相对来讲是挺美国的 觉得美国啊来参与这个欧洲的防御机制其实是好的 不过大部分的欧洲人呢 对美国的前总统就是这个狂人川普 哇四年来的所作所为 大失所望心有余悸 而且留下来的 全部都是负面的评价 像是川普不管其他人怎么反对 就自顾自的退出很多的国际协议 还有啊本来很多欧洲都挡在美国身后 说要遮风挡雨啊 结果你美国老大说走就走 说分手就分手 杀个欧洲措手不及 欧洲 北约的部分 川普不是还大骂北约吗 哇种种事迹都让欧洲心碎了无痕 还有欧洲人最讨厌川普一点是什么呢 觉得川普就是他 害得欧洲整个沦陷在新冠肺炎的状况当中 他们觉得你川普防疫不利 让欧洲陷入大麻烦 他觉得这笔账要算在川普头上 还在那里说 什么新冠肺炎不用担心 川普说只是小感冒 只是跟流感一样 大家不用怕 你美国该做的不做 严重的慢半拍 结果是什么 将近60万的美国人死于新冠 欧洲人就是认为你美国应该要负责 如果你川普当初有及时采取更有效的策略 至少可以减少40万条的人命牺牲 至少可以把这个疫情给控制住 不会蔓延到欧洲来 后来整个失送 所以拜登在入主白宫之后 才会极力的把这个川普之前留下来的遗毒化解掉 但是拜登上台三个月 好像还是没有什么成效 我们看到另外一份调查 他就有55%的欧洲民众认为 美国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但第二名就是中国 欧盟14% 但是魔鬼藏在细节里 美国的全球领袖大国的声誉 居然开始往下掉 你看美国 55比起中国还多出了一倍 可是这个55%的比重已经是比新冠肺炎疫情下降了百分之十 之前有达到百分之六十五 现在降到了百分之五 反倒是中国还维持在两成这样的水准 那这就要小心咯 如果美国的占比节节败退 那中国再往上攀升的话 不就有可能篡位变成第一名 变成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吗 好 再来 这个民调第二个调果的地方 美国西方国家 不是一直在骂中国的一带一路 说是一个骗局 只会骗其他的国家掉入债务陷阱 只是想让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大 但是呢 其他的欧洲国家有这么觉得吗 民调当中显示 这些有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 好像是土耳其 像是波兰 像是意大利 其实他们对中国 反倒是抱持着比较积极的看法 他们不觉得自己有被中国利用 他们不觉得自己有掉入债务陷阱 那你美国在那里 别人吃面 你在喊烫 是什么意思呢 不过总体来说 还是有50%的受访者认为 现在对中国应该要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 所以您认为拜登这趟欧洲行能够成功扭转美国被川普搞扎的形象吗 而欧洲的盟友们还会愿意相信美国一起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言在影片下方 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